一身白沙站在櫻花樹下 小兩口拍婚紗照 就選在南投濟南大學 這片櫻花林 教堂前新人奔跑 拍下婚紗合照 網路上一搜尋 背後是東海路易斯教堂 位置角度即將 也成為新人拍婚紗照 首選地點 羅馬市建築 大器充滿育國feel 亞洲大學校園 學生拍畢業照 新人也來搶拍婚紗照 這一些大學美景 吸引婚紗團隊來取景 但不管你在哪裡 可都要收費 估計光是這些費用 一年就有300萬元商機 讓大學賺進婚紗財 想到亞洲大學拍婚紗照 新人就得先付出 1000元的清潔費 東海大學也要收取 一輛車1500元的費用 還有南投濟南大學 原本50元 最近也悄悄漲到500元 我覺得100塊可以接受啦 但是1000塊太多了 因為一天的話 也不一定會拍到一天 可能半天就拍完之類的 拍婚紗照收費到底合不合理 見仁見智 但校方說 其實是因為拍婚紗到人 實在太多了 有時候一天就會有 十幾組的新人 製造垃圾 甚至影響到學生上課 校方解釋 收費是為了管制數量 並非賺錢 但這一帳上美美的婚紗照 拍出甜蜜幸福感 留下一輩子紀念 對於許多新人來說 才是最重要的事 這有王愛超 南投太重吧老